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反而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520还没有来嘛 520之前先跌是好事嘛 到时候520这个地方才会有营造一个庆祝的行情 所以大盘20883那实际上不是高低 因为今天大盘虽然收最低还在20560这个地方 而且涨停满的加速还有14加 所以今天你要找什么 然后找政府一定会关心什么 政策做多股嘛 那因为美股昨天是涨跌互建 当然这个地方涨也涨不了 哪里跌也跌不了 所以严格说美股昨天表现就是普普嘛 所以台股今天也没什么特别有亮点可以表现的地方 反而这地方是你的机会 你要注意是我们有520 我爱你520这个地方 当然一定要希望它下跌之前 在还没有来之前 下跌才是你的机会 所以今天第一张图表要介绍 营建股的股王给大家 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跟你讲说永性建设 因为它竟然涨得到这段时间很多人没有跟上 现在下来这个地方你反而可以注意 它没有走空 政策做多股怎么可能 营建股不是其中之一 何况它的建案也是在高雄 它竟然全部在高雄 去年EPS达到12.55块元 所以今年第一季就已经4.9元 那房价现在正面都是看贷看涨的 那否则你最好看到法人有卖吗 所以它跌下连4黑 但是而且今天收最低喔 204还比这个我印下图表 这还收低一点 那更是你的机会 你要正面看待它 正面看待它 因为毕竟法人买这么多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 可以日日都可敬才没 每天都有惊喜 因为这种盘坦白讲 大家认为无破无文 甚至哎呦怎么就跌了 我的股票套了 现在你要把动作做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短线波段 你都要很犀利的把它掌握到 所以这张股票有一天 我会做动作 希望你有机会 能跟上我的口讯 我的口讯 那我的口讯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有些 大盘在这个 就像做一个区间整理的时候 你当然选什么 会让你赚钱的股票 能日日尽才 那这样你每天都很开心 都很惊喜 这地方就是我的重点 让你永远不撕掉波段 短线 包括 你价差操作 你都要赚 因为来到2万点 你再不赚的话 那真的是很 很冤枉了 因为2万点才放到 这行情不错的时候 当然它已经来到 不是低档区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 来帮助投资朋友 重新把钱 可以日日尽才放在口袋里 这张股票永信件 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再来就是达利 达利 这张股票当然是更不用说 现在今天是来到 今天是跌的 也是收黑的 但它指标是在修正而已 你自己看到 法蕾到现在也是一路买 所以这全部都政策做多股 法蕾一路买 而且它本身 今年北市有个阳明大院 它的全数销售都已经完毕了 台北也有建案 目前手中还有土地库存量 还有2.5万坪 哇 这全台 全台 六都皆有土地 它最重要是在南俄都这边 那全台六都都有土地 这家公司实际上 也是一个很会飙的股票 那股票涨多之后 会有拉回之后 这个都不会结束的 因为在政策做多股 如果你认为大盘会过20883 我认为是一定会过 我是希望晚一点过 所以你要选择 有些股票 它是重点股 要拉回主流标股 要拉回 要注意哪些是你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弯腰减钻石 那这张股票也是我持续 都会跟大家做报告的 但我不会叫你追高杀低 因为这种行情本来就是要日日尽财 而且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动作 会员也蛮开心的 那我跟你讲 这张股票是在4月22号 那时还不到50块 到现在就算它今天跌财 还是在60块以上 虽然它没有马上在创破断新高 拉回做修正整理 但是想当初 如果你买到50块以下的人 你敢相信达利这张股票 是怎么样 那时可能达利是什么 我说他叫达零 好达零 那当然后来公司就发布很多利多 我会告诉他到现在都还是一张五星级的主流标股 涨了一波 回档做修正 就是找机会 所以今天也一样 大盘下跌139点 就是主流在休息 那主流在休息 你更要找机会 不要自己乱追高杀低 因为这行情我一直跟大家谈 它的灵活度很快速 你会跟不上 今天涨这边 明天可能就跌那边 但是有些股票叫你不要碰就不要碰 保你平安保你无险 就像前一段时间告诉你 我把大雅全都卖掉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要不要再买 我说他们真好小 今天持续下跌到53块 不会买 不会买 我叫你保留资金的股票 就保留资金 我跟你讲说可以的股票 就等我通知就对了 那你看这个老板下得多开心 看他那个面向愿意付什么 就有钱啊 钱多多啊 而且他打利的股本 又只有40.7亿 那今年的殖利率也蛮高的 那这是之前4月25号 在我告诉你之后 老板也这么 所以这叫找知道嘛 如果你早知道 老板会跟你公布一份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利多会见报的时候 你只要找到这个知道的人 可以领先去发现 发现这些新闻报告的话 我想你就可以每天都很有惊喜啊 都有可以 就日日都可以尽彩啊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向 这才是一个美感 现在最重要的美感是什么 公司业绩好 什么时候 会有一篇很迷人的报告 会给你情意相挺 那不是等人家帮你做抬教的动作吗 那4月25号早到现在 实际上它虽然今天没有涨 再怎么样跌 它会跌回去当初我跟你谈的位置吗 不可能的事啊 对不对 你也以心知肚明 那到底要接下来什么地方 可以尽财呢 好这地方 请你帮我的call信带到 好 就这样子啊 这张股票55块 我们还在买 4月25号 4月26号是让它来到56.2 我大概买55到56块 55块那只能说 老师可以吗 会很害怕 你在频道上讲50块以下 现在已经来到55块 可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今天它下跌它都还多10块钱给你赚呢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很好 日日可以进财 每天都会给你惊喜的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什么惊喜 当然你应该心知肚明 等下我跟大家分享 昨天不是有一档 惊喜的股票给你了吗 哪里我们现在还在等啊 4月9号已经来到61.6 今天怎么跌 跌不到61.6 它涨停满位置啊 是不是 哎怎么高61.6 跌不到 所以这就是 你要跟上 我们买给你的主流标股 真正好的股票 就是一直标 一直标什么 被警示为止 被关起来为止 何况这个大盘今天是大跌了 139点 哎我们的股票都不太愿意跌 现在严格说 它都不太愿意跌 它只稍微回来做个什么 休息一下 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那这种贯德就比较便宜一点 也可以注意 因为旗下有根基营造 根基是哪里营造公司 也有环球的购物中心 也是一样 我跟他选了 你都不知道法案 你都知道法案 你都还在买 还在买 还在买 所以这下来也是 你这成本比法人来的低 怕他干嘛 58块而已 甚至沿着五日线超出 这个股票 你看法人到现在都还不愿意卖 所以政策做多股 就是一个未来一个方向之一 那政策做多股 还没收最高 但他收在五日线附近 161 就是一路发了 他收了什么时候买的 所以我早就告诉你 145块 可以买回来 这是有点来回操作 因为他不是一个 真正的主流标股 但是未来他的成长性在 搞不好第三季就变成主流标股 520之后变成主流标股 所以在145块 我卖掉了157块 这就是灵活 诶 这个清跟特的会员 我们这次没有扣普通会员 157 145买回来 因为筹码的问题 他筹码很小 所以我们只能带一些 特别跟清代会员做一个动作 那157卖掉 154买回来 诶 我158又买了 那有没有赚钱 有老师那你这样不是追高杀低 你就跟着我做动作 你不要 你对价位要没有感觉 你要对我的抗讯 要百分之百的信任 158今天到168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你自己干嘛 所以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敢买 还敢卖 如果这个地方 该加码 我们还是把它买回来 你看看我的操作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157卖掉 145买回来 158再加码 158又再加码 老师那你怎么敢 我知道它会再涨 今天怎么再涨 今天已经来到一路发 168 未来还是一样 我还会再操作 希望你跟得上 那大家达人这档股票 今天是收盘也是收在20块以下 实际上严格说还是政策股 替代能源的太阳能概念股 它才20块赌幼而已 昨天 今天有再创个小新高来21.8 所以低价股本来就会常会这样子 常会就涨一点才会回来 这个股票严格说出来 你也可以 我会持续帮你注意 但是我不要你自己买 因为现在大盘的筹码很乱 你自己买容易什么追高杀低 所以我才说不要看节目 自己做动作 不要乱追我的股票 或乱买 我跟你讲的股票 现在不要自己去看节目做动作 因为这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你喜欢赚钱找我就对了 日日都可敬财 每天都有惊喜 昨天不是带你做一档4909的新 我们会员昨天做一档4909的新复兴 赚个三块钱也不错 然后今天还什么 今天还在创一个短波段的新高 来93块 所以跟着我你会很安心 而且可以与钱同心 这种感觉是最快乐的 天天都可以进财 然后你就可以什么 每天都有非常的驚喜 然后每天非常开心 每天笑咪咪的 就不会有正能量 就不会有负能量一直跟着你 实际上21.8这个量 如果有一天超过21.8 他就二字头要进入三字头 这地方就非常有机会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没有改变 他是一个五星级的标股 第一家股的标法 就是这样标了一段之后 整理完毕之后 再整理整理之后 再创波段新高的机会相当的大 那当然既然法人有点站在卖方 所以他什么在洗盘嘛 低价法人也不是很喜欢 但是达人他毕竟有政策力多 这双股票我认为还是可以什么 可以注意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你讲欣欣了 这双股票说实来他是非常牛 牛到不得了 牛的股票就不能涨吗 说实在有些牛的股票 你说不要买他 应该说这种牛的股票 你更要逢低去买他 再怎么牛 有天就会涨上来给你看 而且你看他今天4月份的营收 登15个月的新高了 欣欣啊 3037 你也认识他吧 跟他很熟吧 一档股票常常都回到当初 我们在190到200块这边 常来回这个地方都高兴离 这个地方如果一旦给他站稳之后 这档股票会创破断的新高 所以他真正的高点在哪里 法人都给你评估他目标就在300块 但偏偏常不小心跌下来 因为业绩还没有正式上来嘛 所以现在这次4月份的营收 他已经登15个月新高 代表说好事连年来了 好事连年来 所以接着 欣欣要加油 你手上有的 你不要放弃他 当然他每次都给你机会 要进场 那你可能买到这个地方 不知如何是 但是有时候低档的时候 只要你不要敢乱停损 你看这个不是跟你讲了吗 他早晚又回去 现在这一次的欣欣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 他日线的话 KD呈现是一个 很重要的 强势的 往上要做喷出 所以这张股票机会相当大 今天大盘是跌的 他收红的 还有包括你看他的 他的周线 周线这个地方 乘线已经确立的 来到这184这边 183184这边 乘线是有手 我曾经有告诉过你 这张股票 实际上 你买着等法人来帮你抬交的时候 那时还不过172块 不管怎么样 最好你曾经参与过这张股票 哪一个赔的钱 他来到204、205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是高点吗 实际上我都不认为他是高点 实际上他真正的爆发 那点是来自于什么 他目前的业绩 这库存打消之后 接着就进入到他什么 越来越旺 那业绩代表一切 那接着 那时候的法人买了 一小段涨了一小段 204块 我告诉你204块没卖掉 你已经不要怕了 有一天法人会帮你抬交 甚至有一天我赶快买204块回来 我就跟你讲真的 最高喊到300块 但目前我禁止你去追高杀低 因为毕竟 这张股票的确 它有它的背后的一些缘由 还没到时间 但是已经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有机会 因为你看到周线 是在184块这边 183块 我告诉你183块 应该 不会再来了 那你告诉你 老师你上次跟我们讲 不会再来 可是又来了 那没办法 他筹码很大 就是很牛啊 这种就很牛啊 这一次如果183不再来 不小心 那你这边曾经参与过的人 不要放弃他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 有一天 他会让你大钱可以赚 这个都是我以前跟你 写过的资料 很多人说 老师我一直等 200块也没卖 你看又回来了 他回来又怎么样 让你赔到钱吗 你看他底部越跌越高了 这一次的话 已经在 已经守在183之上 我刚才已经给你写周线 而且他中长线 已经在蓄事待发了 所以明天如果不小心 星星在长 你该做什么动作 该做什么动作 这个保留给你想知道 你手上有星星的话 再来找我 目前公司的话 我刚刚有183的话 这个地方 周线呈现 呈现一个蓄事待发 那当然明天如果开高走高 不小心来到200块 你该做什么动作 这个地方 保留给你有需要了解的 因为ABF载板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多层次的载板 那是很精密 他可以都做到30层 还有一家公司比他更厉害 叫日本公司 36层 所以这家公司 是一家非常重要 有国际化的公司 所以不要小鼻子 小眼睛来看待他 那是以前我们买的位置 好 还有一家股票在笑死我了 耀华 昨天很多人 我们会人跟我讲到 是耀华外资大买 那耀华再买回来 我说你买要干嘛 我昨天刚有卖涨停板 卖掉了 昨天有 我们有 昨天有 昨天有卖涨停板 结果不小心 晚上的时候 外资 买第一名的股票就是 耀华 我说奇怪 我叫你买 19块 20块你不买 等到外资买就要 所以我要证明什么 我永远等到法然 把我做抬降的动作 那当然我不敢说 外资买完第一名之后 今天大门不好 他跌下 但毕竟他也是PCB的 相关概念股 他是做低轨卫星的嘛 那为什么外资会买他 代表在这个地方 他的确有他的价值 要凸显出来 所以就算你要买 一定要低接 这怎么接 你可以接得到 这个位置吗 这是我当初跟你分享的地方 市场上 我如果是低的 真的没有低 我唯一可以 会找 真正找一些 找知道的讯息给你 只要你要给我时间 因为我投资朋友的钱都很可贵 像那时候都可以破断操作 我就慢慢来 到昨天的时候要买抄第一名 当然一定是要买上来 否则怎么拱上涨停板呢 再创破断新高 今天怎么样 今天收最低 再跌下来 我们再考虑 好不好 如果你有需要 毕竟 我很确定他这种股票 28.15这边是前铺的高点 那我们买这样子 要怎么样可以震得出我们的位置来 我们再怎么样的口袋的获利 也是锁住了嘛 所以才告诉你说股票没有买低 你只要稍微买个高 或是买了30块 过个两天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底部进场 交不赢也难 现在告诉你的是日日都要进财 每天你都要有惊喜给你 那要话当然是 那时候我还劝你 24块拜托你买了 还给你平分五颗星了 24块就给你平分五颗星了 到现在外资才在那边跟我们 在帮我们做摇旗呐喊 所以你开不开心 你要找这种团队 你才可以有依赖靠山 才可以日日都进财 该破断就破断 所以每天都 甚至现在有人跟我讲说 霸王化已经变成什么 非常犀利 因为动作快很准 有时都要快一点 所以常跟大家讲 你不要 你现在只要把我抗讯 带好来拦住 每天都有惊喜给你 那药华当然今天 一路走到这地方 因为他跟欣欣一样 都是后来居上 会坚持得念 我的确也不怀疑他 他还有高点 所以很难得他有下跌 如果你喜欢追的话 你喜欢买的话 我赞成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你要再回到十九二十一 你自己用小脑 用膝盖想就好 怎么可能的事 连二十六块那时候 我圈你买的时候 他的盘就 哎老师 那高票很有 我跟你讲 竟然很牛的股票 不小心再跳上去之后 就会跳舞了 所以你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好股票 所以跟你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说 到现在外资才醒来 要来买这档股票 所以常常有些会人跟我讲说 这破档股票 抱的可不够 当然是可以啊 短线上的话 我是不会叫你去昨天去买的 昨天是没有 怎么可能买 昨天卖都来不及了 卖掉 今天才能买更多 不是这样子吗 好 接着 这是上次我们跟你讲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颈线压力 他从这条线开始 就是另外一个 主身段的开始 好 同样 他会长 我要提醒你是 那一档星星也不赖 好 那药华是那时候 我们跟你讲 二月三月让慈禹买上来 多好买 多便宜 所以低价格有时候 涨上的时候 那个是 你可以买了很多 那你会发到 真的让你赚最多钱的 就是药华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 高价格你买个几张啊 没感觉嘛 没什么感觉 但是买这种低价格 真的中奖一次就好了 你的身份 你的人身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操作上 的确的确是 都是领先 把我们的会员 特别的提早去做一些 整理的工作 甚至我跟你讲 我们都用LINE啊 把你八点钟打电话 进来问我什么 我都还会回答你 你看哪个 哪个公司的团队 看哪个老师会理你 就这样对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 尽责的团队 我们是非常尽责 很有责任 我才跟你讲说 我们收你的会费 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带你去赚 市场上很大很大的钱 一大堆有很多要怕死人 所以你要多拿一点 不要拿太少 好 成名店 对啊 今天就是我 昨天你失调新复新的人 今天我们手续办好的人 有什么 有成名店啊 十月营收8.24亿啊 年增了79.99% 你今天又买成名店 当然买啊 短线赚一点钱 有什么关系呢 波段他也没结束啊 那他叫什么 成名嘛 就明日之星嘛 难道我没跟你讲过吗 今天是罗利多发布的时候 不小心开门就 嘣就涨停板了 82.2 而且今天大门大跌 他还收红的哦 81块 我怎么买他的 现在在5月7号之前 我们是77块这个地方 就在进场了 但是5月8号的时候 他最后的一个回档波 还回到什么 昨天嘛 74 等于说77块是我们最高成本 今天你要买77也没有了 包括那时候 我们曾经还给会员买70块左右 他还跌要66.8 这真实的 这也是我本人啊 那时候我那时候眼睛受伤 有点就是坐着啊 跟你讲说不要买大牙 最大的大牙 下一档是什么 就是让你明日之星啊 成名店啊 你自己看看 成名店现在长的 那个大牙是不是乖乖回来了 所以你要跟着我 然后把动作做出来 不要问这么多 有的事情我跟你解释 每次等到那个 那个股票跌下才问我说 哎 老师你的那个股票可能买 我现在告诉你说 我的股票有些卖掉 我不见得会买回来的 那只是因为我要日日都可进财 让大家每天都有非常大的惊喜 所以你一定要把动作做出来 比如这样 这个成名店 那时会员就是因为我们赖 所以赖 我们的赖 就是给清代的会员一个特别的 特别什么 一个安心 包括他可以提前去问我 因为他我们下完节目之后 他就打电话来问啊 我说就是他啊 七十块左右 你看你买的是不是都赚钱 通通把赚钱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团队的重要 所以你要珍惜一份可贵的资讯 它是可以带你赚钱的 我们不把你当白老鼠 准备白老鼠就是说 给你试试看啦 试带啦 啊带准你再来入货 啊带不准的话 是陪你自己的 这种生意是最陪本生意的 千万不要做 我们都是真实跟你讲 这东西是也不能骗人的啊 都是贷啊 所以那当然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 这是之前的啊 成名店啊 四月十四号 全部都有 而且我们是全体会员一起扣 因为这个股票全体会员 量很大可以全部会员都扣 就全部都有啊 那清代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多问我一下啊 那就安心多买一点啊 现在可以你先上车一下 五月七号我特别告诉你回不去 跌不回去了 昨天是五月八号 今天是五月九号 我请问你 五月七号告诉你跌不回去 它有没有跌回来 有啊 我有没有告诉你 它跌不回去 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听下去 好 所以昨天 虽然我没有买 但是 昨天跌 今天为什么会有涨停板 开板涨停板 所以是不是很垂心肝 所以这些新闻报告就是什么 利多箭报之前 他才会给你 给你 给你砍掉了 只有我们 所以接着你要怎么办 我们就告诉我们空手的会员 没办法 谁要你不早点来 找我 我五月七号告诉你跌不下去 五月八号还跌到快七十四块 你自己都知道了 结果今天发布利多 马上涨停板 八十二点二 我们早上在这边做动作 七十九点二 那你是怎么赚钱 所以新复兴没赚到 昨天没赚到的 今天也小赚一点 今天最少 应该也是赚个两块 而且今天大半大跌 一百三十九点 那这样有什么感觉 这个给你看 绝对有来 十点二十四分 我在十点 我今天抠的 我九点三十七分抠的 全体都有 告诉你 不是 我不会大小鼻子小眼睛 大小眼全部都有 你爱买多少有多少 然后十点二十四分 还回到七十九块以下 还有人买更便宜的 我们会有些很厉害 还有人跟我讲 老师我已经做第二趟了 我说 蛤你怎么这么厉害 早上我自己先买 把掌天板把它冲掉 我说好厉害 我说动作快很整 我说 他接下来说 老师 那我挂七十九点二 我说对啊 对啊再继续挂七十九点二 所以我们有些会员 真的灵活到 真的已经被我训练到 他日日都可进财 每天都有进财 因为这个行情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能接受行情的变化 那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可以来找我 那这档股票今天最高 我印一下是八十 后来他又来到个八十二点一 八十二点一 因为大盘本身 那这谁卖的 是谁卖的 想你知道啊 为什么会收八十一块 答案出来啊 我不是要让你说 每天都让你进财吗 两块三块也不错 买个实在两三万块 买一张好不好 三千块今天可以做很多事 好不好 你就不会有感觉到 通膨的压力 所以大盘无破无闻 每股也涨跌互间 我实在我比较喜欢这种盘 因为下跌看得出什么 什么股票是可以 真的可以进场的股票 而且帮你显示之下 陈明天怎么这么厉害 难道是今天跟你讲了吗 我运气好 你叫你老师运气好好看 看他运气 为什么每次都没办法这么好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 只能做不能说 我叫你买的股票 不敢讲每一档股票 都会这样 但是只要是短线上的操作 我十拿九稳 因为这段行情 就是短线上的操作最好 因为520之前 大家会怕 本来就没事 有下跌我们就尽量买 因为毕竟520 不是很多人这个地方 还是怕怕 每次到520的时候 就担心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实际上 实际上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但是钱荷包 就过去知道什么 就回不去了 他就 你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你还记住一句话 我跟你讲 赢家总是要早知道 真的跟对的人 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想要困吧 数钱 数钞票 每天都有惊喜的话 日都可以进财 唯一 你可以选择的团队 除了舍我其谁 所以 别等到我的股票标上 不要再来找你 好好想想成名店 今天标上 你再去找你 你要买哪里 所以 我们会带你做行动 你就可以今天 天天都有进财 每天都可以有 很惊喜的 很开心 就每天都非常开心 人生就变得非常彩色 所以欢迎你 有什么重要的 想要赚钱 你真的确定想要赚钱 不用客气 把电话拨通 080370888 这个地方 跟我们服务人 办好手续 我就会 服务就到 记得把call运带到 当然我们特别会 有一些特别的一些 服务人员会 我们的操盘手 会特别带你 那清代会员 不用来参加 我会特别 准备一两档送给大家 因为清代会员 跟普通会员 我也很忙 就这样子 除非你真的有特别需要的话 就来找我了 但是我想 应该我们特别会员的 操盘手 每个都很厉害 我会帮你 所以 参加特别会员 对你的保障最大 还要加赠送什么 赠送何怀珍 免费给你服务 祝福大家操作的水平 明天见 拜拜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 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来您一个月内 在股市里面 在股市里面 塞冷几